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但不知 王后找林香来有何贵感 你们都先下去吧 是 坐 谢王后 林香 我有件事要问你 你现在还爱着戴战吗 是的 我确实还爱着戴战 那好 爱着戴战就好 我要你立刻和戴战成亲 姑姑 可是戴战他 先别管戴战 不过 在成亲之前 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那就是 先杀了薛平贵 杀了薛平贵 姑姑 这是为什么 因为薛平贵 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 怎么了 你怕了是不是 你是不敢哪 还是怕打不过他呀 姑姑 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 如果不想我大梁便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我不会下不了手 而且他现在身体虚弱 不是我的对手 只是 那你担心什么 姑姑 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 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 我担心 戴战会因此伤心欲绝 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你的意思是 戴战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 取了戴战 就成了大王 可是现在 戴战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 那我就只有把王位传给你了 姑姑 万万不可 好 令萧 我今天说的话 你好好考虑考虑 但是有一点 你给我记住 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 参见岳父岳母 起来吧 谢岳父岳母 龙哥 辛苦了 卫虎 我会好好奖励你的 你们凯旋归来 府非常开心 我已奏明了皇上 明日上朝 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 这次能够凯旋荣归 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 岳父 多谢岳父栽培 这次西粮能兵败而回 岳父应该首拒起功 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 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哪 二位贤婿啊 你们此次出征 平贵表现如何呀 这次出征西粮 平贵当居首宫 此话怎讲 西粮的元帅和傅元帅 都不是平贵的对手 正因为平贵打败了他们 他们才会献表求和 相爷 平贵果然理了大功 咱们宝川哪 眼光可真是不错呀 那是你们说的 爹 不论怎么说 这次平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 我们就把宝川接回来吧 岳父 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 回火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 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 岳父 薛平贵是有了战绩 但是我和大姐夫 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 这战绩不是她一个人的 就是说呀爹 我想大姐夫是为了帮薛平贵 所以就把所有的功劳 都推到薛平贵身上了 二姨妹 你并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情 不要妄加揣测 是啊 魏虎 你快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回岳父 薛平贵是有些功劳 那天西良想表求和 大姐夫办了一个庆功宴 可是没想到薛平贵 那个小的酒量那么差 喝了一点儿酒 他就狂妄地说 他要去把西良元帅 和傅元帅的手机都取回来 结果 怎么了 结果这一去 就再也没回来 你说什么 你说平贵没回来 为什么 龙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 祖龙 你说呀 岳父 都怪小旭监督不力 没有照顾好平贵 当天 小旭听说 平贵胆枪匹马 十分放心不下 就连夜追赶 结果 西良副元帅林霄说 由于天色太黑 对方不知来人是谁 加上平贵 已经烂醉如泥 毫无抵抗之力 所以 被乱刀砍杀 爹 你说平贵战死沙场 好 什么 龙哥 你说的不是真的吧 平贵他真的死了 大姑爷 我们家三姑爷 他真的死了吗 岳父岳母 我说的是千真万确 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保 怪不得任何人啊 就是说呀 这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该活的死不了 该死的又活不了啊 这王宝川哪 还真没那个命 丈夫是他挑的 命是他选的 看来 他这个寡是守定的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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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夫人 金川 拜父母娘回房休息 是 娘 夫人小心 岳母 没事吧 老婆 岳父 小旭还有一事相求 你说吧 这次我弟弟卫报随军出征 陈刚出师不力 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 卫报的武功果然不错 老夫可没有看走眼哪 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 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 让我弟弟有个义官半职 这次打败西梁 别说是你弟弟 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 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 这你就放心吧 多谢岳父 还有你 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小七 小七 魏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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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声杖回来了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一定是当官了 你有没有受伤 你有没有 没有 我身体好得很 看你又黑又瘦的 军中的生活不好吗 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 军中的生活 没有 军中的一切都很好 可是没有你 就什么都不好 真的吗 威尔哥 来 你快坐下吧 来 不坐了 我还要去兵部报道呢 因为之前没有功名 所以并不让我去报道 我呀 是特地回来看你的 我看你以前的那些衣服 觉得你像个公子哥 现在这么一穿 真是熊啾啾枪啊 真好看 我们又不是刚认识 从进门到现在 你一直夸我 我都不习惯了 有人 你们下去吧 是 是 威尔哥 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 你说 你有没有见得过我大哥啊 怎么了 怎么不回答我呢 你大哥 也从军去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 我没想到 你大哥也会去 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 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你谋得一官半职 我大哥武艺高强 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 我怎么跟小琪说 是我害死了薛平贵 我知道了 一定是我大哥 当的官比你大对不对 小琪 你大哥在战场上 英勇善战 我就知道我大哥应勇善战 威尔哥 那我大哥回来后 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 其实 我早就想从中牵线 让你们和好了 不管怎么说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丈夫 他是我大哥吗 可是 最后庆功宴上 他因为打了胜仗 多喝了几杯 单枪匹马去敌营 被乱刀砍死 你说什么 我大哥他 你大哥已经死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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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琪 你不要难过了 大哥 大哥 平贵真的死了 怎么会这样呢 出征之前 岳母她再三交代我 让我照顾好平贵 为父我尽力了 这次能大败西凉 平贵功劳甚大 只是没想到 我该怎么跟包串树 我该怎么跟包串树 你们出征以后 我跟娘去看过包串 她还在家一心一意地 等着平贵开旋 可没想到平贵她破战死沙场 这要是让包串知道了 肯定痛不一生活不下去了 难道 我去 我去 娘子 我想你跟我走一趟 去哪儿 五家坡 我想亲自去跟三妹谢罪 是啊 我们是该去一趟 大姑爷 大姑爷 大小姐 大姑爷 大小姐 小莲 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要下跪 我刚才 刚才听到大姑爷说 我家三姑爷 她已经走了 所以 我担心 三小姐如果知道了 那她 大姑爷 起来说话吧 谢谢大小姐 你说得没错 我们也正想着 去跟包串见一面 那 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大姑爷 我们家小姐 就住在前面的窑洞里 她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 无论住在什么地方 都心甘情愿 龙哥 如果有一天 你不想当官了 一心想回归田园 天涯海角 无论哪里 我都愿意跟你一起 小莲 带路吧 是 龙哥 我 我真的不知道 该跟宝传怎么说才好 当面再说吧 葛卿姐 小莲 葛卿姐 我们家大姑爷和大小姐 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 我知道 我知道 大姐夫 大小姐 你们好啊 龟哥是不是也跟你们回来了呢 龟哥 龟哥人呢 在哪儿呢 这次来 我们就是要告诉三姨妹 凭贵的消息的 真的 那龟哥一定是到了大官了 我听说 做大官都是做轿子回来的 那是不是因为做轿子呢 会比较慢 所以你们就先到了 葛卿姑娘 宝川在吗 我们有话要跟她说 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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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嫂在里面刺绣呢 绣得正起劲呢 二嫂刺绣得真的好漂亮 绣花绣草啊 真的绣得很漂亮 绣好之后我就拿去街上卖 一下子就被抢光光了 葛卿姐 你先别说了 可不可以先带我们 去见我们家小姐啊 行啊行啊 跟我来吧 二嫂 二嫂 有人来找你了 小姐 小林 小姐 你看谁来了 大姐 大姐夫 宝川见过大姐 大姐夫 不用这么多礼啊 三姨妹 苦了你了 不苦 我不觉得苦 二嫂 我告诉你啊 龟哥马上就要做轿子回来了 真的啊 平贵她真的要做轿子 我没有 没有 葛卿姐 你就不要再说了 不是吗 这 到底有什么事情啊 小林 难道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 小姐 三姑爷她 她 她 你怎么了 哭什么呀 我 我 宝川 你先别着急啊 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我不坐 怎么 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 怎么你们脸上 都没有一点喜悦的表情 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赶快告诉我 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 但是 你千万不要激动 好好听我说好吗 好 我知道 我不激动 我冷静 我很冷静 告诉我 平贵她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她是不是受伤了 受伤 不可能 大姐夫 龟哥武功这么高强 怎么可能会受伤呢 是不是 是不是她打仗打仗 手断了 脚断了 脖子歪了 下巴脱臼了 葛青 葛青姐 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你在说我们家小姐受不了的 平贵 受了伤 所以没有给你们回来 是不是 大姐 平贵她怎么了 你告诉我好吗 宝珠儿 平 平贵 平贵 平贵她 大姐夫 平贵是跟你出去的 你告诉我 你来了 就是为了告诉我实情的 是不是 三姨妹 是 大姐夫 没有尽早照顾好平贵的责任 平贵她 平贵她 已经战死沙场了 不 不可能 你们再撒谎 葛青 你们再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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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故意来骗我 你们是故意来骗我的 葛青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姐姐求你了 彭川 这都是真的 在跟西凉打仗的时候 平贵她骁勇善战 打得西凉落花流水 正以为这样 西凉才献表求和 就是那天晚上 是我 拜了一桌庆功宴 平贵她多喝了几杯 敢枪匹马 跑到西凉营地去了 被当成奸细 乱刀堪死 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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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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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坏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平坏 小姐 你那么可以丢下我 那么可以 平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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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杯肉回来了 是啊 来 你们看 大家都在 刚好有酒可以喝 一起庆祝一下 这出什么 平坏 平坏 死了 平坏的 死了 你说平坏死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平坏是不会死的 平坏 不可能 谁说的 这是谁说的 我们江小姐 我这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 平坏 宝船 小姐 小姐 二嫂 三姨妹 二嫂 小姐 小姐 宝船 宝船 二嫂 小姐 小姐 宝船 小姐 二嫂 宝船 你说的都是人的啊 你说的都是人的啊 都怪我 还凭贵喝多了酒 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 西凉营地去了 那 怎么会死了呢 请问 我们的薛先锋 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 有没有到西凉营地去了 有 还是没有 有 人呢 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 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 所以 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平贵已经没了 但其实现在 我最担心的还是宝川 是啊 宝川身子这么担保 这样他怎么受得了啊 受不了也得受 现在二嫂已经有 归哥的孩子了 如果再不坚强 一天空半夜活不下去 那到时候肚子里面的孩子 就有危险了 哥 这可怎么办呢 我们带宝川回去吧 这倒是个好办法 不行的 大姑爷 大小姐 上次我们已经劝过小姐了 可是 她怎么都不肯回相府 还说 一定要坚持守在这儿 如果 你们硬把她带走 她一定会更难受的 是啊 我们跟二嫂相处很容器啊 每次导回来的东西 我们都让她先用啊 我们这儿的生活虽然很辛苦 但是我们都过得很快乐 求求你别把她带走 是 现在二哥已经不在了 如果你们要再带走二嫂的话 二嫂一定会活不下去 那我们 让岳母过来圈圈吧 大姑爷 大小姐 三小姐的身体很虚弱 又怀孕了 又怀孕了 再加上三姑爷 她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担心 小姐她会想不开 你 龙哥 这也是我最坦幸的 小莲 你有什么办法 快说 我暂时也没想到什么办法 不过 我想留下来 照顾小姐 还可以劝劝她 要坚强地活下去 所以 大小姐 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 好不好 小莲 难得你这么懂事 乖巧 就算你不说 我也会求你 替我留下来照顾包川 谢谢大小姐 小莲 有什么事情 尽管会福利来找我 你放心吧 我会竭尽全力 帮她渡过难关的 不 我替三小姐 谢谢大姑爷 谢谢大小姐 谢谢大小姐 你们看 要不要给包川请个大夫啊 大小姐 简单的一礼我还懂 二嫂她只是一时气血 攻心晕过去了 让她多睡一会儿 就没事了 嗯 哥请 这里就交给你了 嗯 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包川 大小姐 您放心 我们几个别的没有 照顾包川 肯定没问题 是 你们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子 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 二位 这里 这里 就有劳你们了 嗯 拜托了 我们先告辞了 嗯 请 嗯 包川啊 雪公子 你怎么了 嗯 你做噩梦了吗 刚才你叫谁啊 我 我没叫谁啊 公主去找大王了 她要我等你醒来后 让我带你去花园走走 嗯 我的毒已经解了 面对戴战公主这么热情 我再不离开 麻烦就会大了 嗯 好 走吧 平贵 平贵 小姐 你怎么了 啊 小脸 小脸 我是不是在做梦 平贵她 她 是不是已经 小姐 小姐 你要保重啊 姑爷她 她 她 她已经战死在沙场了 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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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不相信 小姐 你小心啊 二嫂 小姐 二嫂 你不要起来 你躺着凶起 我刚出了江湯给你喝 我 忘了 小姐 平贵 你怎么可以死 你怎么会战死沙场呢 我在这儿等着你 你离开那天告诉我 你一定会平安回来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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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不要这样 你别难过了 好不好 二嫂 刚刚我们已经在这里 哭了好一会儿了 你这样再哭 我们又要陪你哭 你哭一次 我们陪你哭一次 你哭两次 我们就陪你哭两次 你再这样哭下去 我们也要陪你一起哭下去 唯一只人的平贵 是我这辈子唯一只的一个 如今传来他的恶好 你叫我怎么活下去 你 变贵 你在酒精之下当着我 我一起就来陪你 给你做伴儿了 小姐 走 小姐 你不能这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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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别这样 小姐 你不要做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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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让我去 让我去 你们让我去跟平贵做饭 他一个人在往前路上 让我为了进 小姐 让他刺 小姐 小姐 把剪刀给他 不 不行 大哥 你疯了 你怎么叫我拿剪刀 给儿童刺下去啊 你要死 小姐 你要去赔平贵 你要去赔平贵 把剪刀给他 我不要 给他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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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不要 不要 小心 你刺下去 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 我不要 是啊 小姐 小姐 你肚子里面还有孩子呢 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小姐 儿子 你爱你个小贫困 你不可以这样子啊 啊 可 mort 永生 我还有 大坏东西 我还了孩子 平贵居然走了 王帅 平贵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过 不知你要去死 我也想到下面去陪她 可是 一想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我跟张伟 就打消了同日死的念头 我们过来是要告诉你 你要坚强地活下去 把贫困的孩子好好生下来 我们都会一起努力 把他照顾好 把他养好 不管怎么照顾 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 也永远见不到你 二嫂 虽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 可是 可是他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 还有姑姑阿姨 我们相信 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他 他将来一定可以茁壮地成长 他一定会和我二哥 长得一模一样的 小姐 他们说的很有道理 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这样子 我爷才会安心地走啊 二嫂 大哥 照顾 照顾 小姐 小姐 小脸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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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嫂 谢谢你 你放心 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宝川 小姐 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把孩子生下来 答应我 千万不要再做傻事 小姐 我也会好好地照顾你 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是 儿子 老子 和我 你肚子里面了 在那里面了 你肚子里面了 你肚子里面了 尸老子 好 这手长得真好 慢点 平贵 累不累啊 还好 怎么样 我们大量的皇宫还漂亮吧 很漂亮 不过公主 再过几天 等我好了 我想回到中原去 回中原 不行 为什么 难道你忘了吗 卫虎卫爆量兄弟 一直想要加害于你 而且你们大唐的军队 都已经办事回朝了 你如何回去 我可以据理力争啊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 卫虎一定会把功劳占为己有 如果他回去禀报 说你是便捷 投奔我大量 那你现在回去 岂不是阳入虎口 你再想想 原本你驯服了红宗猎马 应该被封为神威大将军 可是你们的相爷 却把你贬为了先锋 再加上卫虎卫爆他们兄弟俩 一直有杀你之心 你现在回到中原 他们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 可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大唐的人 我必须要回中原 卫公子 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 这几天你病好了 公主明天就带你去看我们的草儿长 马儿壮 我们这边的风景也是挺漂亮的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这经商的人来来往往 也有很多唐人的餐馆呢 公主已经用重金 把开饭馆的人请到宫中来了 专门问你做长安的菜 公主 来 坐下 其实这也没什么 只要你吃的习惯就好 吃得饱了 你的伤才能康复得快啊 公主 你为什么要对平贵这么好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 我们公主干吗对你好 还不是因为太爱上你了 朱露 不要多嘴 公主 我说的是真话啊 瞧她像个木头似的 一点都体会不到公主对她的爱意呢 公主对平贵的好 平贵终身都会记住 只不过 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到中原呢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那是因为 我有 公主 公主 她好些了吗 好 好多了 我听说啊 中原人都爱喝什么莲子汤 特别去火 我们这儿南北货都有 所以特意炖了一碗 尝尝 谢谢啊 有劳丽娜小姐 对了 对了 公主 领霄找你 竟然有这样的事 薛公子 那你稍坐一会儿喝点汤 我有事 去去就来 你先忙吧 我让丽娜陪你 中路 好喝吗 好喝吗 好喝 薛公子 从初真回来 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 我在想 到底是谁 能够让公主如此清新 你知道的 我们公主清新于你 看样子 她是嫁定你了 不愿意 我 不愿意 你 你 你们 又 我 的 5 5 4 等你等过几个球 等你等到心声哦 等你等到云而破 等你等到我心痛 等你等到没有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 满腹心酸素于谁 往事不堪再微微 失去的爱难再坠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 痛苦伤心为你流失 无奔寂寞深憔悴 泪亦敢何忍悔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 满腹心酸素于谁 往事不堪再微微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 失去的爱难再坠 失去的爱难再坠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 痛苦伤心为流血 孤单寂寞深憔悴 没敢何忍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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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此不再 怕你回忍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